浓度都是0.1m的五种水溶液 溶质分别包含下面这五种 那五种溶液彼此的关系图如幼 每一条连线的两段溶液都可以有化学反应的发生 它会产生沉淀或者产生气体 都可以用肉眼辨识 请先确定1到5号的内容是什么溶液之后 再回答第九第十 其实要直接判断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透过题目的讯息来告诉我们 第九题的地方所提到的 跟溶液2的反应可以产生气体或沉淀 那溶液2的成分里面就必须要能够有产生气体 也能够产生沉淀的条件 那我们再回来看这边上面所给的 点化钾、氯化氢、氯化贝、碳酸钠跟销酸钳 都没有氧化剂或标准的还原剂 掺杂在这里面 所以这边产生的沉淀或气体 产生的沉淀或气体都不是氧化还原的条件 要用酸减的条件或者说用沉淀的条件来做判断 所以第二个里面要容易产生气体的 那这边的选项里面能够有方便产生气体的 只有碳酸钠的碳酸根 产生的气体会是二氧化碳 那碳酸根要产生二氧化碳的时候 必须加入酸性的成分 另外碳酸根也很容易 碳酸根也容易沉淀 很多物质都可以跟碳酸根沉淀 所以碳酸钠算是第九题最合适的选项 那我们可以把二号的地方就确定了是碳酸钠的成分 那再来判断其他的一号 四号 三号 还有最孤独的五号 那从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那我们四号要放的 能够跟每一个物种都有反应 那第十题又告诉我们 跟容易是能够反应的都是沉淀 那刚刚第九题的地方的碳酸钠 要能产生沉淀的时候 这比较特别 要跟碳酸钠的碳酸根产生沉淀 我们要找阳离子 那阳离子有两个符合条件的 一个是氯化碳 一个是硝酸钳 所以四号可以是氯化碳或硝酸钳 但是这两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它要跟旁边的物种 每一个都产生沉淀 选项里面还有点离子和氯离子 那氯化碳里面本身就有氯离子 如果一三五是另外的氯离子的时候 有其中一个是另外的氯离子 那就跟氯化碳不会产生沉淀了 所以这时候氯化碳的条件 就在第四个位置的地方删除掉 所以第四个可以肯定的是硝酸钳 所以第十题的答案是1 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顺便把其他的项目判断出来 第三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要同时能跟氯硝酸钳产生沉淀 也要能够跟碳酸钳产生沉淀或气体 那这时候1跟3其实它是对等的位置 那1跟3的地方这两个没有办法 很肯定谁适合放在哪里 因为都可以 所以1跟3有两个东西可以放 一个是氯化氢 那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条件是氯化碳 那5号的地方它就只有一个反应 所以5号是点化钾 它只会跟4号产生点化签的沉淀 跟其他物种都没有反应 所以5号放点化钾 1跟3的对应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1跟3没有办法肯定这两个 谁放在哪里 因为都相同 CORONA 谢谢观看